禁食保健 禁食保健该需到饮食营养 能否更好地被机体吸收消化 那么固因已足够的重视 限责其药给那游客有三个 第一就是禁食以缓 禁食以缓是指 吃饭时应该重庸缓和 细嚼慢烟 养病庸言中就说 不论粥饭点心 皆以嚼得极细咽下 那么这样禁食呢 既有利于各种消化液的分泌 食物亦被消化吸收 又能够稳定情绪 避免及时暴食保护胃肠 那么即食呢 则时下愈化 暴食呢 则会骤炎加重胃肠的一个负担 还容易发生烟 腔磕等意外 故应当给予重视 第二是 食以专制 人语中说 食不饮 禁食时 应该将头脑中的过种琐事尽量抛开 把注意力呢 集中到饮食上来 禁食呢 专心自制 既可以品尝食物的味道 那么呢 又有助于消化吸收 更可以有意思的食主食 蔬菜 肉 饭等食品 炸和禁食 那么做到合理调配 同时呢 也可以中加食意 古人所说的食不饮 及食物大言 就是说 人们在吃饭时 应该专心自制 说明自古以来 早已认识到 专心禁食 有力以消化的道理 倘若你禁食时 头脑容失戏万千 或者是边看书报 边吃饭 没有把注意力呢 集中在饮食上 心不在食 那么 也不会激起食意 那时不香 自然会影响到消化吸收 这也是不符合饮食养生要求的 第三四 禁食一落 安静一块的情绪呢 有力以为的消化 若干的情绪和高兴的心情呢 都可以使食意大中 这就是中医学所说的 干书泻畅达 则胸胃健忘 反之 情绪不好 恼怒烦闷 则干思调达 孕育不输 那么也会致死 未尝受其制烟 影响食意 妨碍消化功能 古有食后不可变怒 怒后不可变食之说 故意进食前后 经营保持 若干的情绪 历见 忧愁 恼怒 不使其危害健康 食后养生 那么进食之后呢 为了帮助消化食物 也应该做一些必要的调理 比如食后 磨腹 食后 膳不等 千金义方说 平易 点心 放弃 既 自以 热手 磨腹 又说 中食后 还以 热手 磨腹 食后 磨腹的 具体方法呢 是 进食后呢 自 左 而右 联系 做二三十次 不懂 那么这种方法呢 有利于 腹腔血液的刑防 可以促进 胃肠 消化功能 经常进行 食后磨腹呢 不仅有利于消化 对全身的健康 也是大有好处的 莫是一种 简便易行 行之有效的养生法 第二呢 是 食后 散步 进食后 不宜立即 卧肠休息 食后 宜做一些 重用缓和的活动 才以 健康 有益 俗乙说 饭后 摆步走 能活九十九 受养 整中方中说 食指 行数百步 大一人 那么进食后 活动身体 有意以胃肠 蠕动 促进消化 吸收 而以散步呢 是最好的一个 活动方式 如果在饭后 边散步 边磨腹 则效果更佳 千斤一方 将其归纳为 食后 还以热手 磨腹 行一二百步 缓缓行 雾令气急 行气 环肠 眼卧 四盏 手足 雾睡 亲之气定 这是一套 较为完整的 食后养生方法 后四 多索 沿用 实践证明呢 也行之有效 食后 漱口 食后呢 还要注意 口腔的卫生 进食后呢 口腔内容 亦残留一些 食物残渣 若不及时清除呢 往往会引起 口臭 或者是 花生 奇齿 牙周病等 早在旱外 经贵药类中 既有 食必当漱口 漱过 令牙齿 不败口香之说 那么经常漱口呢 可以使口腔 保持清洁 牙齿坚固 并能防止口臭 奇齿等疾病